Hello,大家好,我是Mr.Amand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XKDSE 2016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ction B, Question 43 請看畫面的訊息,如果你還未理解我為何要做這輯影片 又或者你如何正確地使用這輯影片 請你 pause 畫面, otherwise we can go on 好了,到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就是講一些選人的方法 你有的就是20個男,15個女 現在就要在這群人中選六個出來代表那群 去形成一個組織 有條件的最少有兩個女生,看看多少方法去數 我又列了一個情況給你 如果你要選在這個情況中,你能夠選六個人 到底有哪幾種可能性呢? 就是六男,零女 五男,一女 四男,二女 三男,三女 二男,四女 一男,五女,和零男,六女 OK 我們把所有方法都數出來 我們就找回樣本空間 現在他說 要是最少 最少兩個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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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兩個女生 最多兩個女生 零女,一女,二女 只好 只有三種情況 我們要處理 第一種情況 就是在二十個男女選擇六個,旁邊不用理他,15才是乘一的 另一種就是在男生的採詞在二十個選擇五個,第二個女生採詞在十五個選擇一個 這是第二個要處理的情況 第三個要處理的情況就是在二十個男生選擇四個,而剩下十五個女生選擇兩個 都會組成六個人的組織,拍完機就是七八零零四五,也說完這一條,多謝大家收聽 白頭公女話當年的時間又到了,看看2015年第四十三條 嘩,撞鬼他,數字都一樣 對上那一年,我又會曬一曬一些… Permutation、Combination的東西給你 你看看是一種排列,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回到2015年的第四十三條看看 好,2014年又有,2014年看看發生什麼事 2014年有說在兩個彩詞裡抽東西 有興趣又可以去2014的第四十三條,撞鬼你又是四十三 好,有什麼事找我,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is helpful,麻煩你幫我分享出去 我只能夠教你一點點的知識神,教你的生命 這支經文是送給大家的 有緣的在劉華市第一間教會見,拜拜!